我吃一碗也超级漂亮 下辣锅吧 回了福建必须要吃的就是 潮山牛肉自助 我是熊儿 今天在龙岩 御牛坊 在乡庄明都 各种部位都有 新鲜现切的牛肉 这边午餐是79一位 晚餐是89一位 扫码点盘 先简单的点了一点牛肉 已经上来了 79一位我就不客气了 开始吃 永哥能不能吃唯本 闭着眼睛能不能吃唯本 今天我们要的是鸳鸯锅 牛肉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颜色 跟粘度都可以 往粘料里面 浇上一勺牛肉汤 感觉好像又很久没吃牛肉了 我就不跟老板客气了 大概一个 正经牛肉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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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是我吃牛肉不嚼的 我感觉我也嚼了好你 好好吃 这样的腱子肉我是最喜欢的 口感是最好的 鸡下肉 这是嫩肉 今天时间牛肉自有了 吃牛肉的这一方行的不容易胖 看他的纹理就知道 这个是最好吃的 这个质量的牛肉 绝对要40多块钱一斤 老板怎么挣钱呢 肉还不停满来 肉还不停满来 这一半也超级漂亮的 下辣锅 吃牛肉 尝一下牛肉丸 全都是牛肉的感觉 都废话嘛 哈哈哈 还是很挣扎实料的 牛肉丸还是很好吃的 牛肉丸还是很好吃的 我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 我已经开始进入状态了 剩下辣锅 就去夹菜看牛肉 味道 都会尝尝尝尝 也是有点咸 牛肉也是个辛苦 造起来造起来 自助餐的牛肉有这种品质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一碗接一碗 你们觉得我吃了一本没有 中午来自七十九一位 吃了一碗 肉肉 切好了没有 还没 都吃一碗 我们不会开了 牛肉咱就不吃了 这家店的牛肉挺好吃的 我下次还想来 还点熟食 这家店叫做玉牛坊 在龙岩的乡庄民都 牛肉蛮好吃的 各个部位都分的很好 主要是价格特别实惠 中午是79,晚上是89 你们觉得我吃得很薄吗 那么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赶紧给大家观看 拜拜